哎 麻烦你把报告给他 他手机关机了 待会儿我发短信给他 让他过来去 行 谢谢啊 呦 女神的呀 机会来了 还不赶紧送过去 趁机表一下你对他的爱慕志求 行 学了 梅老师 那个你的包 你的包裹 我快点放在保安手里拿过来 谢谢啊 漂亮啊 走 保安 他送包过来 哦 谢谢你啊 不愿意不愿意 什么东西啊 我给我们导师买的保温杯 想当见面礼送给他 你这成绩还没出来 倒先给导师送上礼吧 成绩没出来怎么样 我就不信了 这次我肯定能考上 你 你相信吗 你这个傻子 你几个人家是一个事情的人吗 啊 难道也不辣 你还笑那么多 李泽冉 其实这次来 哎呀 说什么呀 我知道这两年 咱们俩异地恋 能挺 挺为难的 不过你一定要相信我 这次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但是 我 没电视 哎 泽冉 你看这时间也不早了 这个我再不回去就没车了 李泽冉和张婷 是一对异地恋情侣 为了去成立和张婷在一起 李泽冉努力考研 但两年的异地生活 早已改变了张婷的想法 他本想这次跟他提分手的事 但还是没说出口 录取宗师书 徐州师传大学 李泽冉手 来 给 怎么了 放弃了 放弃了 阿联冉两年 说放弃就放弃了 哎 可惜了 这么好女孩又要走了 我 我得陆徐通知说到了吧 在哪呢 谢谢 谢谢 你 哎 我说 你是不是早了之后要走啊 他趁他没走之前 赶快跟他表白啊 说就些还有什么用啊 还有男朋友 喂 喂张婷 我考上了 李老师 李老师 你说要 李老师没错 打电话 李老师 李老师 喂 喂 老公 我公出了事 我也出一个 我 我 我 你又在哪里 病人需要马上截肢 否则会有生命威胁 什么 截肢 我是 我 我 你妈 短短时间 再大哥的话 截肢也救不了 截肢 截然真是命苦 从小没了母亲 好不容易考上研究生 现在 叔叔 李老师 不是还有一个男朋友吗 我叫截然带回来我看 他总说人家忙 他自己也忙着考验 他说 等考上以后再说 结果 周总 任然 任然 你醒了 我是爸爸 爸 我这是怎么了 我 收拾许通知说呢 爸 我考上了 我 我可以去城里读书了 我还可以去 去城里 谢谢大家 你不要吵这儿呢 我叫什麼 我叫什麼不好 我叫什麼 今天这首歌的 手 看到李泽染现状 张婷不感兴趣 她知道这个时候跟李泽染 其分手的事对她刺激有多大 但城里的范萍已经和她订婚 这让她陷入两难的境地 保安秋昊关心李泽染 让张婷稍感欣慰 于是她决定给李泽染写一封道歉信 并资助她三万块治疗费 泽染 对不起 两年的一归生活 早已让我感到精疲力 我们生活在不同的环境 遇到不同的人物的事 我俩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何许 这辈子 我俩只能做情谊 那天听说你考上研了 我由衷的为你感到高兴 但接下来的意外 不知道在乎我们面对你 对不起 这卡里有三万块钱 希望能帮你治病 张婷婷 然然 你要是觉着难受 你就哭出来吧 别逼在心里 哭出来有什么用啊 我也不能把我的腿不好 可是 可是他这样对你 啊 我能理解他 我要是个男人 我也不会 也不会娶一个餐厅的女人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爸 你明天就去帮我办出压手续吧 不想住在这了 计划钱 也没有意义 要不再观察观察 不用了 李老师 乐乐 你们怎么都来了 李老师 送您的花 谢谢 乐学们 听说李的腿 摔伤了 都很担心 你现在好些了吗 李老师好些了 明天 李老师就可以出院了 真的呀 太好了 李老师不在的时候 你没有好好学习吗 要 李老师 你以后还会来给我们上课吗 听说你要到城里去学习了 叫以为乐 乐乐 为什么不让问呢 以为乐乐 上次听说你要走 他就哭了 李老师不走了 李老师以后留下来 继续当你们的老师 好不好 小观点们 李老师呢 生病了 需要多多休息 等李老师把病养好了呀 就回去给你们上课了 现在你们先乖乖回家 好好休息 等李老师 回去给你们上课 好不好 跟李老师说再见 再见 再见 同学们走后 李泽染将那封信收了起来 看着自己曾经那么渴望的研究生 录取通知书 现在已经变得毫无意义 此时 他只希望自己要马上好起来 回学校继续上课 因为学生们需要他 他也离不开学生们 李泽染的决定 也让秋昊很震惊 通过这件事 他看到了李泽染的坚强 乐观 他越来越喜欢李泽染 决定要一直照顾他 李老师 去吃饭 不用了 打好了 我给你带了你最喜欢吃的 饭前炒蛋 还有糖 做白菜 其实咱们俩也没什么关系 从医院到现在 你只这样照顾我 还真该感谢你 你也什么 我应该的 应该的 那个 之前不是我替你 欠了字 才把你 那时候这样的吗 那我应该照顾你 说到这个事 其实我才应该跟你说对不起 上次 我刚刚知道腿没了 情绪有点激动 所以才打了你一巴掌 其实按理来说 我应该感谢你 要不是你的话 我可能 连面都没了 老公 还难受呢 再为你那个朋友的事难受啊 哎 是什么朋友啊 你能受了这么久 哎 好了 你别难受了 想想咱们的婚礼吧 最近我去看了好几家婚券公司 都还不错 你 张天 什么呢 啊 你说什么 我说咱们婚礼的事 哦 嗯 你定吧 好吧 你怎么了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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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怀上了 没有 最近肠胃不好 又推我 嗯 老公 你就那么急着要个孩子 要不然哪天 我们去医院看看吧 你说他们能好这么久啊 也该回 你报急吗 等我们办完婚礼再说 好 好 你 等一下 你 没事 没事 着急 没事 这个呀 得慢慢来 不行 我得赶紧学会用这个 我爸现在身体不好 我总不能让他 每天都来接算我吧 爸这两天是没有来 怎么了 我爸 他住院了 住院了 那你这几天 不是学校医院两边跑 你忙得过来吗 你也是 告诉我一声 我可以帮你 没事的 我自己能应付的 原来你要不 还是请个假吧 一来呢 你可以照顾你爸 这二来啊 你需要消养一下 那怎么行 我才刚回来 在学校 把孩子们落的课补上了 我现在怎么能走呢 我可以的 你把我再拿过来 我要再接着练习 我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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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 你这样 什么 你疯了 你借钱给他买假吃 借钱我会还的 你跟他非亲非故的 你凭什么帮他 你 你该不会对他有意思吧你 不行 我的事你不是不管吗 其他的事我可以不管 这事我必须管 你说他一个残疾人 你想跟他好 你脑袋溺水了还是他缠着你啊 我就给人买那假吃你想太多了 你没意思你买什么假吃啊你 我跟你说 这事你想都别想 你要想跟他好啊 我就都没你这儿子 妈 你说你跟叔叔生了弟弟之后 我也没求过你吗 就这一次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怪我对你弟弟好 对你不好是吧啊 再说了 你立线上学正需要钱呢 我告诉你啊 这钱我不能借 你想跟他好的事 也不可能 没戏 我自己想办法 我自己想办法 你父亲的病已经血疹了 是癌症外期 你别激动 我们会尽力的 不过 你们一定要把手术的费用先凑齐 行医生 手术的费用我们会想办法 嗯 这是张婷 给我的三万块钱 我爸本来 都不知道我已经想死了 你也能去拔肥药了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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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以把假之门 本来想在你生日的时候 告诉你 给你一个惊喜 我帮你去把肥药了 嗯 我帮你去把肥药了 我帮你去把肥药了 啊 任任 爸 你正说 你的病情加重了 就要好好休息 任任 我的病 我自己知道 可惜的是 我不能再照顾你了 您来的什么 我叫 给你买的吗 他对你的心思 把早就看出来了 任任 遇上一个爱你的人 不要错过 可我 不想因为感激和一个人在一起 你对他 就只有感激吗 我也不知道 我推现在这样 我和他 任任 你是教师 有知识 有文化 也有能力 在身体上 你不能不如别人 可是 你有自己的优点 我知道吧 我不自卑 我不自卑 我只是 不想成为别人的麻烦 任任 爱你的人 是不会觉得你麻烦的 知道了 爸 父亲 父亲突然倒下 让本来就需要人照顾的李泽染 陷入困境 他一边上班 一边照顾生病的父亲 幸好邱昊时刻陪在他身边 不但每天送李泽染去上课 还帮他父亲筹钱 做手术 喂 王哥 哎 我会点急事 想跟您借点钱 哎 您放心 我保证一定还 很快就还上 哎 那个一万成吗 啊 千 五千也行 哎 谢谢啊 谢谢啊 咱们见面谈 哎 好嘞 再见 邱昊 你说你又买假日 又记下给他爸做口数 我是真服了你了我 就在李泽染 生活陷入极度困难的时候 张铁铁因为范萍迟迟 要不上孩子 记得交头了 咱们过来请个假吧 去趟医院 我们 单位 最近不学前假 改天吗 怎么每次让你请假 总是不行啊 哎 我跟你说啊 这个周末不准去加班 听到没有 老公 你就那么想要个孩子 哎呀 我做梦都想要孩子呀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爸妈都退休了 就等着抱 好了 就来试试吧 嗯 我爸妈都不想要孩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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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的夹肢 跟真的一样 那就好 以后啊 你就不用老做轮椅了 嗯 我一会就这样 就这样去医院 我爸看到了肯定会特别开心的 对 叔叔啊 一定会开心死 我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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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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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想 李姐 你吃他 医生 对不起我们已经禁忆了 爸 两个月之内 李泽染经历了丧腿 失去男友和丧父的痛苦 这接二连三的打击 似乎像老天爷要刻意击垮他 但他一次又一次 在痛苦中坚强起来 而秋昊对他不畏不至的照顾 让他感到秋昊 就像黑暗中的阳光 一直温暖着 叔叔 我们来看你吧 爸 叔叔你放心 以后 我一定帮你好好照顾泽染 秋昊 你过几天 找人来把你的名字 架在我的旁边吧 你想清楚我的责任 我想清楚了 我想清楚了 谢谢你这段时间来 一直陪伴在我身边 这几个菜我随便做的委屈你了 不委屈 不委屈 秋昊 你真不打算告诉妈妈 我们这样先斩后奏 不太好吧 没事 没事 不管她 我跟她说不通 我知道 你从小缺乏母爱 但是有时候 你也要站在你妈妈的角度去想一想 一个失去丈夫的女人 带着一个孩子 这不是一件奴役的事情 她虽然对你凶 但可能是她的表达方式不对 但不代表她不爱你啊 行 我知道了 来 吃菜 尝尝我的水 那我就当你同意了 明天一早我们就去看她 不管什么困难 我们一起面对 我们一起面对 只是没想到 真的能娶你当媳妇 其实两年前你刚来学校的时候 我就在注意你了 喂 这是西南哥老师吗 真漂亮 对我笑了一下 我醒了好几天 是吗 就这样 我安良你两年 两年 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那还叫什么暗恋呢 其实我那帮同事啊 一直跟我说 你去跟他表白呀 去表白呀 我一直也没敢 是啊 说不定我一下子就答应了呢 也没有 我爸就觉得 喜欢就是喜欢 也没有 多想其他的 后来 后来知道你出事之后 我才发现 是那么坚强 乐观 真的 如果换做事我 我都不知道 该怎么办 所以那个时候 我特别佩服你 你 你真的 对你动了心 其实 其实那个时候 可能是会伤心 我腿没了 张婷又离开了我 但我心里 一直有个声音在告诉我 你责任 你不能倒下 你的爸爸需要你 你的学生需要你 你就是那个打不死的小强 你一定要坚持 嗯 嗯 嗯 对 就是那个打不死的小强 嗯 让我啊 想保护你一辈子 就这样 秋昊在没有告诉母亲的情况下 和李泽染 简简单单的结了婚 李泽染 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 你们已经结了 居然没告诉我 那你今天过来干嘛 你跟我滚 就当我没吃过你这个儿子 妈 我们今天过来就是想跟你好好谈谈 谈什么谈啊 我说你这个女人 你跟我儿子灌了什么迷婚呀 让她这么鬼闭心窍的非要娶你 妈 你别这么说 然然她她是腿不方便 但是她现在装了假执 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 没区别 秋昊 你实际上气死我是吧 这个女人不但自己被残了 还磕死她爸 秋昊 你许这样的女人 实际上脱下肚子决孙的你 妈 我知道 现在你肯定不能接受我 但是我既然和秋昊结了婚 我就一定会成为她的好妻子 请您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好妻子 你还不是我儿子伺候你 我虽然腿没了 可我手还在 我可以上课赚钱 而且也被你想生孩子 我儿子 我儿子 他随便找个女人 也能上班挣钱收孩子 妈你说够了没有 这么说是不是太过分了 让我走 秋昊 对不起啊 然然 以后 不会再带你来受这期了 你别这样 妈刚才说的那句话太难听了 用那臭脾气 你不要我心里去 你放心 我没事的 咱俩现在已经是夫妻了 你妈妈就是我妈妈 咱慢慢来 我相信有一天 她一定会接受我的 好吧咱们回家 老公 要不 咱们去找代孕吧 老公我问你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你生不了孩子 你故意吗 嗯 我没 没有 那段时间 你一直问我 为什么能不能养个孩子 我为什么不能养个孩子 啊 大夫跟我说 说你是先谦性的 老公 只是想和你在一起 那你也不能骗我呀 要不如我带你去检查 你打算把我妈妈到什么时候 你不是说吗 不管结果是什么 你都不会怪我 你都不会生气 我是答应过你 但是你也不能骗我 骗了这么久啊 老公 老公 我不想失去你 我也不想失去这个家 我生不了孩子 我也没有办法 我老公 你放心 我已经想到办法了 咱们去找代孕 我都已经跟他们联系好了 行 对了 我怀孕的事 妈知道吗 我已经跟我妈隔壁家的刘叔叔 说过了 应该 快就能传到我的妈那里 一会儿我们去妈那儿看看呢 嗯 行 那我收拾一下 来了 妈 怀上了 怀上了 医院检查过了 终怀上了 我还以为老刘跟我开玩笑呢 你想到是真的 去去去去 听中文句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 赶紧去买点补身子的 顺便 我也在这吃了 啊啊啊啊 行 那那那我买 买吃的去了啊 你们聊 你们聊 我上了就好 你啊 以后就好好养胎 如果需要的话 我就过来照顾你 你都生我们的气了 你们这生米 都煮成熟饭了 我还生什么气啊 只要你啊 对我们家秋昊好 以后啊 顺利的生下宝宝 就没事了 妈 你放心吧 老公 你进去吧 我都跟他们家人谈好了 抢我们出 等孩子生了以后 就不要再联系了 老婆 你真的觉得这样 这样好吗 老公 我知道 是我对不起你 但是只要能让你有个孩子 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你要是有了自己的骨肉 我也就安心了 你快去吧 去吧 快去吧 大哥 你放心 我收了钱 就会把事情办好 老公 你怎么出来了 怎么出来了 怎么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呢 这叫秋阳怎么样 秋阳 嗯 阳就是阳光 代表咱们的孩子啊 像阳光一样温暖开朗 好嘞 就叫秋阳 媳妇 某多朋友在工地给我整个个活 下班之后就去干 不耽误平时工作 现在给孩子多整点来分钱 为了孩子秋后下班后 去工地上做起了兼职 很快几个月过去了 两人日子越过越好 李泽染的肚子也一天天大起来 但就在两人期盼宝宝出生后的幸福生活时 李泽染的厄运并没到头 不幸又来了 让她 mail 让她开 我对不起她 让她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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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姐 让她呦 让她呦 您好 怎么回事 怎么这个时候关机啊 我媳妇怎么样了 还好你送来的及时 孕妇早餐两个月 恭喜母子平安 小宝贝 真乖呀 太可爱 喂 怎么了 想救 就在这一刻 李泽软本领的孩子的道理 点击比家庭 带了个习惯 他没想到 入味 真就没放过他 秋昊经医医生抢救 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双腿却丧失知觉 为了给秋昊治腿 李泽软坐完月子 辞了职 带着孩子和秋昊 到城里求医 日子过得格外净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他这种情况 可能还要做两次以上的手术 两次以上 做完手术以后 还要经过一段康复的治疗 大概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我以后还能走了吗 你这个病情很严重 现在不好说 不过你们要个心理准备 这后期的治疗 还需要一大笔费用 放心 我们会尽力的 好好休息 我去给你倒杯水 不 不治了 咱们出院 反正也治不好了 不治了 秋昊 你别这样 我的路都走不了了 跟飞人还有什么区别 有区别 你还有我 还有孩子 你必须得振作起来 可是我连自己都照顾不了 我怎么照顾你们 妈 你来了 我再不来啊 我儿子都快被你磕死了 再一些 妈 怎么 我还冤枉你了 你看看 我之前说过的话 都应验了吧 现在自己腿残了 然后又磕死你爸 现在把我儿子害成这个样子 妈你说够了没有 我 我 这花 我 我都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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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拖累 那我当时腿瘸的时候 你觉得我连累你了吗 没有 秋昊 我妈是哭气 有什么困难 我们一起去找找 对啊 儿子 往后 再也不能想不开了 记得没有 你 你看看 你看看我们的孩子 啊 他还没有长大 还没有叫你爸爸 还没有 你乘坐起来啊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啦?您认识吗? 不认识 老公,那个女的不面熟啊 走吧,我不认识 走着 老公,那个女的不面熟啊 老公 儿子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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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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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千万不能把这孩子撿走 为什么 你看 这孩子长得白白胖胖的 多招财啊 你是他爸 看起来的 谢谢老板 给老板 今天谢谢你了 要不是你的话 可能我连工作都没了 你跟我还客气少 对了 我呀 帮你租了个房子 要不咱们去看看呗 你帮我租了房子 是啊 你们家秋昊现在身体 不是一天两天能恢复得了的 而是你们这一家老小的 没有个房子 怎么方便吧 我是想租房子 可是 别淡视了 你呀 就把我当成你的好朋友 别想多了 来把钥匙拿着 拿着 我还得抱孩子呢 等我一发工资 你别提还钱的事成吗 我现在手都挺宽裕的 不缺钱 对了 宝宝什么时候出生的呀 他爸出事那天 7月25号 那你跟秋昊是 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呢 去年11月份 我爸去世过后 11月份 去年发生的事情 太多了 对了 对不起 我 你不用说对不起 你也不要太自责 我没有怪你 不是 我觉得我心里特别愧疚 要不是因为我 你不可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不管你的事 时间不早了 我也该回去了 谢谢你 那你慢点 我 我 我 你不可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 你不可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张婷 我对你不够好吗 你为什么背着我和别的女人 混在一起 那天我在医院 就觉得不对 你跟她到底什么关系 你对我好 你对我好 就不会隐瞒你不能生孩子的事 妈妈 孩子 妈妈 师姐 老公 老公你答应我 以后不要再去找那个女人了好不好 今天你看到的那个孩子 是我的 你说什么 他是我前女友 那孩子可能是我俩之前 我俩分手之前怀上他 我对你还不够 你放音了 就给我 爸爸 你怎么回事 你真是这样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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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是我都可以不计较 只要你不离开我 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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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牺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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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Filix 不要脸看我 老公 不要脸看我 然然 妈说你又找了一份工作 你这又还要租房子 我到底花了多少钱啊 秋昊 这些事你就别管了 没事的 然然 你那个朋友真够大方的 又是借钱 又是帮忙租房子 朋友 哪个朋友啊 我的朋友 那天在病房门口 借咱们五万块钱的那个张婷 然然没跟你说啊 张婷 她不就是 秋昊 她只是想帮忙而已 你去 你去把钱还给她 我不用她的钱 怎么了这是 秋昊 你听我说 我那天只是在病房门口 碰到她了 她知道咱们的情况 就想帮我们而已 帮忙 她有真那么好心能帮忙 她之前就不会那样对你了 你忘了吗 以前的事 就不要再提了吧 秋昊 我也要提啊 张婷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心里还有她啊 你在想些什么呢 妈 你去 给我办一下春月手续 我知道了 儿子 儿子 你别激动啊 病咱们要治啊 我说你 是什么女人啊 我儿子自从跟你在一起 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现在 又出来一个男人 我说他怎么对你这么好呢 原来你们俩不清不楚呢 不是的 妈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怪我 怪我 怪我是个废物 没有 四号 别这样 白转 白转 我买点玩具 给宝贝 孩子呢 让我看看呗 孩子在医院 他奶奶戴着呢 哦 那我 去看看他 方便吗 张婷 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们了 欠你的钱 我会还给你的 泽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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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怎么了 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是不是范萍找过你 范萍 范萍是谁啊 我老婆 是不是他让你离我远点 见你老婆也有意见 那我们就真的不要再接触了 省得人家说闲话 说闲话 谁说闲话 说什么闲话呀 哦 是你老公吧 是你老公不让我见这个孩子对吧 你怎么今天说话莫名其妙的 大转 事大如今我就挑明了吧 这个孩子是不是我的 你在想些什么呀 我算过日子 你是九月份怀的 还记得八月份我去找过你吗 你的通知书也是那个时候下的 那个时候你跟那个七号话 压根就没有关系 你在瞎说什么呀 这孩子是我早产生下来的 哪有这么凑巧的事 我是不行 泽萍 我求求你了 让我认这个孩子 我一定会对他 这孩子是我和秋昊的 我求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了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你需要时间 我可以等 我可以等你接受这个事实 但 你现在带我去见孩子吧 你疯了 不许去 现在秋昊还在生病 你跑去医院胡言乱语 那他怎么受得了 行 我再等几天 泽萍 我跟你保证 只要你让我认这个孩子 我不会告诉秋昊 也不会骚扰你们家庭的 喂 包工头跑了 那医药费怎么办呢 喂 喂 我能找你聊聊吗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张婷的妻子 你别误会 我跟她没有什么的 那孩子也不是她的 你怎么知道那个孩子不是她的 按照张婷推送的时间来看 那个孩子很有可能就是她的 这孩子是谁的 只有我最清楚 当初我是早产生下这个孩子的 你放心 这孩子真的不是她的 我今天来找你 也不是想责怪你们之间的关系 这段时间我也想通文 你们之间的事情 都过去了 我不想再纠缠下去 那你来找我 就是我一直以为 那个孩子是她的 现在看来 张婷还是没有自己的孩子 你说这话 是什么意思 杜曼 你说 我跟张婷结婚以来 一直都没有孩子 我们想了很多办法 难怪 难怪那天张婷见孩子的眼神 我总觉得 我总觉得 快快点 我可不可以求你一件事 你就当时帮帮我 帮忙张婷 什么事 你可不可以让她误以为 那个孩子就是她的 怎么会这样想的 你是她的老婆呀 就是因为我是她老婆 我爱她 我不想失去她 也不想失去这个家 如果我让她 以为这孩子是她的 那还我老公吗 那不全乱套了吗 你永远体会不到 一个没有孩子的家庭 多么渴望有一个孩子 现在张婷 就认定那个孩子是她的 我不想让她失望 可你这样也太 你放心 这不会对你的生活 有任何影响 你想 如果她认定了 这个孩子是她的 她就会对这个孩子好 而且 还可以继续 为你老公治病 这不是两全其美的办法吗 你何来而不为呢 你真 叫她我求求你了 我真的不想看到她 在我孩子的事情难受 你就当帮帮我 好吧 谢谢你 你放心 以后 我们一定会对这个孩子 李泽染看着可怜的范萍 心里有一丝无奈 作为女人 她能理解范萍 为了爱情 可以容纳别人的孩子 作为张婷的前女友 她也不希望看到张婷 活在绝望中 于是 她没有忍心 再去生遍孩子 这次跟张婷没有关系的事实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只要不离婚 要什么都可以 我已经百分之百确定 李泽染的孩子就是我的 我不介意 我已经想明白了 我让你去找代孕 结果跟这个没什么不一样 我的初衷 又只是想让你有个自己的孩子 现在有个现成的 我应该高兴才对 那 你不怕我跟李泽染 我相信你 她现在已经结婚了 而且她身体又不好 我不应该再计较那么多 只要我们这个家能够完整 做什么我都愿意 而且我也挺喜欢小孩的 如果李泽染同意 我会把她的孩子 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对打 老婆 让我抱 好嘞 爸爸在这儿呢 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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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她不哭了 对了 泽染 这卡里面有一万块钱 你先拿着 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给你写上欠条吧 泽染 这欠条就别写了 钱就不用还了 你想孩子出生到现在 我都没尽什么责任 这钱啊 就当给我儿子的 拿着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这是 那我只有一个要求啊 以后你让我经常来看我儿子就行 你小声点 不哭不哭不哭 对了 泽染 今天能让我带孩子出去溜一圈吗 今天孩子的奶奶去郊区找什么土医生去了 晚上才回来 你带着孩子别跑太远 下午四点前必须回来 没有问题 诶 等等 我村福星 这是孩子的念不诗还有奶粉 他一会儿要是哭了的话 你看他是不是尿了 要不睡的话 你就给他喂点奶 不过估计一会儿他得睡了 你就放心吧 放心吧 放心吧 哟 又来带孩子 老婆 老婆 你看我把谁带过来了 孩子好可爱来让我抱一下 哎 哎呀宝贝 老公他怎么哭了呀 好吧 这根本是 是 哇 哇 我饿了呀 你 你赶紧去给他喝了牛奶去 啊 你看看 好好看 好 好 好 这么靠的吧 快去冰一下 啊 马上了马上来了啊 那就好了啊 哎呀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 可以 嗯 乖 乖 老伴 哎 多吃点儿 是不是 多吃点儿 嗯 我也吃饱了啊 开始笑了 嗯 老公 要是孩子能够一直留在我们身边就好了 是啊 在家里有个小孩啊 感觉生活更有滋味了 哈哈 哎 啊 哎呦糟了 我得把孩子先送回去 什么呀 哎 你不知道 孩子啊是折染趁他婆婆不在的时候 让我倒出来的 我要不送回去的话 他就糟了 这孩子本来就是你的呀 我知道啊 那我得给他送回去 老公等一下 我跟您一起下楼 我去给孩子买点东西 这次就不用了 你没事没事 等我你等我 等我 行你快点啊 看着张婷和孩子 一种家庭的温暖感 在饭屏心里油然而生 此刻 他越发认为 家里有个孩子 对他和张婷来说多么重要 为了这个家 他决定加快自己的计划 于是 故意拖延张婷带孩子回去的时间 你把孩子抱哪去了 怎么还不回来啊 马上马上 马上又到了啊 那你赶紧的 啊 我找医生开点药 还是图医生的笑 哎 孩子呢 哦 他是被 妈 刚刚店里有点忙 我就让别人带出去玩会儿 什么人呢 一个 一个男的 妈 要不你先去医院吧 我一会下了班就抱着孩子过去 不行 孩子到底去哪了 当然 我 你居然把孩子交给他带你 你不是说出来 妈 不是了妈 不是了妈 不想管管 哎 柳家园点 滚了 滚了 好啊 我还真没看出来你啊 你居然背着我们 和别的男人勾搭在一起 你腿刚残的时候 我儿子都没有嫌弃你 你现在又有磕他 你还背着他 我儿子 九号 九号 你听我解释 九号 这是什么 就是你给你的前男友哥三大四 把我的孩子借给他当玩具玩吗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那你以为他是好心吗 啊 他就是想找机会接紧 他就是灰头草 他都有老婆了 真的不是这样的 那是怎样 只是想帮忙而已 帮忙 我不需要 我一个大男人 我不需要 老婆去找他的前男友来帮忙 我有这么忘了吗 就是 老师 上次已经警告过你了 你这次又把孩子叫给他蛋 我看呀 没这么简单 不是 不是吧 是张婷 张婷和他老婆 他不是孩子了 只是喜欢我们的孩子 你不信他的意思 你要是不信 我把他们来找来 你可以问他们呢 那这孩子又不是他们的 憲什么来看呀 我 真是 我又怎么样解释 你们才会拼呢 那 你为什么要去找他借钱 我生命的钱 他都是有包拱头在给吗 包拱头早跑了 什么 跑了 我要去告诉你 你别冲动 你腿还没好呢 都好了 咱们再去告诉他啊 不行 我能一直用那个男人的钱 不行 不行 我会支钱的 我会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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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们先支付有紧啊 老公 怎么了 怎么不开心的样子 还不是因为孩子 你说孩子走了以后 我觉得整个家都空落落的 我也觉得 虽然泽染让我现在见这个孩子 但是今天他婆婆对我发火了 我怀疑他知道我之前跟泽染之间的关系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他们家人不让我见这个孩子 可是现在在名义上孩子毕竟是他们的 但我是孩子亲生父亲 这现在弄得我那么被动 这算什么事 那你就去把他要回来 要回来 要回来 怎么要 现在他老公躺在医院里 我这个时候去要孩子 我是不是火上浇云 那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他老公那个腿一天两天是好不了的 等他好了孩子都长大了 那个时候孩子叫他爸爸 你更受不了 是啊 孩子长大了 就真不好认了 可是 我 我担心泽染他不同意 那你去跟他说呀 毕竟孩子是你的 半平 上次张婷来到走孩子 被我婆婆知道了 以后张婷不能再来看他们孩子 这怎么行呢 张婷现在已经以为孩子是他的 如果现在人家不要看孩子 他肯定不答应 我知道 之前我是答应 让张婷误以为孩子是他的 可现在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我不能让他破坏我的家庭 我突然找你 就是有事跟你说 你想 现在你婆婆和你老公都已经误会你了 你何不让张婷把孩子带走呢 这样的话 孩子以后的环境也会好很多 你在说什么呀 我只是答应让张婷误以为孩子是他的 可是我不能让他把孩子带走啊 紫泽啊 你这样想 不管我们带不带走孩子 这个孩子始终都是你的 你想他的时候 他可以来看他呀 你别说了 这孩子是我和秋昊的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让他把孩子带走的 班长 上次你们交那个钱 已经用完了 你们抽空了再去交一下 必要交费呀 才交多长点时间呀 历长 我这病还能不能治好啊 就花这么多钱 要是治不好就算了吧 太浪费了 坚持治疗 还是有好的希望的 好好养着 谢谢医生啊 秋昊 你听到没 医生都说了 你的腿还有希望 我们就坚持下去 对对对 儿子还等着您好起来呢 妈 去上个厕所 不是给发明说了吗 那你不要再来找我 他是我儿子呀 让你 我 子忍 我真的很想要我的孩子 毕竟他是我的 军生骨骤是不是 昌婷 其实 其实这孩子 他根本不是你的 你别骗我了好不好 我保证 我好好跟秋昊说 不是这样的 这事情根本不是你想的这样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这样 我 我还是让他觉得 这个孩子是他的 总之 总之我会想办法 想办法解决这件事的 可以吧 你别这样说 这孩子真的不是你的 他是我和秋昊的 你快把我逼疯了 你知道吗 啊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哪怕你说你带不了这个孩子 我真的很想要过我的孩子 别这样说了 该帮到我已经帮了 我已经尽力了 你走吧 你不能这么对 走 奶奶带你出去玩 请问你是秋昊吗 是谁 我是张婷的老婆 你在找我干什么 听说你生病了 还挺严重的 我过来看看你 顺便 有事情和你商量 是不是 张婷跟我老婆 真的有什么 你应该知道 他们俩之前好过 什么意思 你和李泽染的那个孩子 是今年七月份出生的 那么算起来 他应该是去年九月份怀上的 那个时候他刚刚截肢 你们应该还没在一起吧 到底想说什么 那个孩子是李泽染和张婷的 这些钱你拿着看病吧 你就放心的把孩子交给我和张婷 滚 我不要你的钱 我不要你的钱 秋昊 你仔细想一想 你和李泽染 你们两个人都是残疾 不但经济上给不了孩子好的条件 就连照顾他 都成问题 我这样做 也是为了孩子好 走 但你不要让孩子来什么把握 我不需要你们来对他好 走啊 孩子就是我的 范萍 你怎么在这 范萍 你本来就是张婷的 我今天是来帮他 要回自己的孩子 你瞎说 我当初帮你骗张婷 说孩子是他的 是想帮你保持你的戒指 我帮你保持人 怎么能不能再遮掩他 你这个女人 怎么这么乱七八糟的呀 等会儿 什么情况 老公你别相信他 孩子 在这儿呢 在这儿呢 在 糟了 孩子现在咽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不用咽 孩子就是我的 你咱们是我的老婆 你咱们是我的老婆 孩子当然是我的 孩子当然是我的 你们是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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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想不够丢人 老公 你 我 我 在这儿呢 我 在这儿呢 在那儿呢 之前 之前是因为 范婷来找我 说她生不出孩子 我 别说了 我相信你 你放心 以后 我一定会重新站起来 给你和孩子 一个美好的未来 和一个完整的家庭 和一个完整的家庭 在张婷的坚持下 李泽染带着孩子做了亲子鉴定 也让张婷 彻底的死了心 之后 为了给秋昊治病 李泽染坚持做了几份工作 努力赚钱 而她的行为 也得到了社会好心人士的关注 在他们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下 秋昊很快好了起来 我把钱凑齐了 还给你们 谢谢 这么快 不好的事情 总会过去的 我现在已经挺过来了 老公 对不起 以前我做的那些事情 都是由了我们这个家 张婷 你也别怪她 每个女人都希望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其实没有孩子 并不能代表家庭就不幸福 最重要的是彼此相爱 相互扶持 我知道 有个孩子果然很好 但你做的那些事 伤害了感情 不就得不偿失吗 对不起老公 以前我一直没有顾及你的感受 让你做这样做那样 做了不少的傻傻 其实这事吧 也怪我 是我让你压力太大了 老公 不怪我了吗 不怪我 孩子的事 以后顺其字 是 其实 你们要是喜欢孩子的话 可以经常来我们家看的 我跟秋昊都说好了 你们随时可以来 对了 秋昊的腿好点 每一天 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 每一天 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 我知道 她們擁有美的她們